这次陈亚仪把善良可爱的陈亚仪追到手了 她这回真的认真了 为了追到陈亚仪 她把从前的不良嗜好全部都改了 她生活的重心除了斯米奇就是陈亚仪了 看见陈亚仪在不断地学习 她也下定决心去读管理硕士 为了让陈亚仪看到她的真心 她第一次带女孩子去见了家长 没看见陈亚仪之前 陈妇以为带回来的女孩子都是那种不务正业的那种人 但是看见本人之后 他们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相当满意 就在陈亚仪要出发去读书的时候 陈亚仪意外怀念 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陈亚仪意识到自己要当爹了之后 瞬间就成熟起来了 她开始不断地学习运营战略 在斯美奇的运作中发挥所能 她的努力陈妇都是看在眼里的 离了宁维凯这样的小人朋友之后 陈争管理起公司来还是游刃有余的 陈争除了白天在公司上班 晚上还要回去照顾怀有生命的陈亚仪 瞬间化身宠妻狂魔的她 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伙 让陈亚仪安心养胎 天天洗衣做饭的样子 让陈亚仪觉得她很有魅力 陈争答应给她一个隆重的婚礼 回报一下这个让她真正成长起来的女人 林浅起初得知陈亚仪和陈争在一起的事情 是非常不看好的 但是当她看见陈争为了爱努力的样子 也渐渐被感动了 她也觉得陈争是可以照顾好陈亚仪的 于是她在婚礼上给了两人最真挚的祝福 林浅借着陈争他们的婚礼 暗示立志诚想要结婚了 虽然立志诚表面装傻 却已经在私底下悄悄筹办婚礼事宜了 她知道林浅对雪嫣玲非常热爱 没事就拜托耿师傅制作林浅的嫁衣 林浅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 立志诚的求婚就是用这套嫁衣打动了林浅 因为她知道立志诚就是自己最想嫁的人 立志诚真的很贴心 她会了解林浅喜欢的事物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只要林浅喜欢都会摘下来送给她